基層齊身挺韓 國民黨總統初選 卻半路殺出大老虎 也讓傳統國民黨大佬政治 重新浮上檯面 就是宮廷派對上基層派 因為郭台銘很明顯 最近出來 他就是黨內大佬把他推出來了 以前他跟黨並沒有很直接的淵源 然後忽然間來參選 就有那麼大的氣勢 然後棄手勢也非常的 看得出來黨都要很幫忙 但是韓國瑜完全不一樣 韓國瑜完全是基層派 如果國民黨不順著這樣的潮流 努力下去的話 反而又走回宮廷的老路的話 那可能在2020這場仗 其實會很難打 畢竟他是也擔任過立法委員 免疫代表這邊 所以對國民黨黨務比較熟悉 而且他也競選過我們的黨主席 中國國民黨的黨務的改造方面 就是相較於郭董來講 他應該是有比較多的體會 瞎著亮麗經商背景 但沒經歷選戰洗禮 沒當過民意代表 更沒有任何實證經驗 徹頭徹尾企業家空降政壇 卻擁有藍營大勞力挺 對照韓國瑜被國民黨流放16年 一路與民同行 在基層多年成前累積 最終靠著一碗滷肉飯 贏得五湖四海 韓國瑜他基本上是比較接地氣的 也就是說他比較能夠呼應 基層民眾的一個需求 但是郭董霸氣外露 權威型的一個形象 傾聽基層民眾的一種心聲 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會不會有一定程度的一種懸念 颱風尬寒流霸氣老闆 對上接地氣菜飯 韓國瑜跳脫傳統政治 也讓挺籃選票 只跟著秃子走 記者孫賢從越台北採訪報導